真的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应该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 嗯,阿东,之后如果你要放声,也邀约我们一起来,我们也要多多祭善得的。 没问题的。 哈哈哈哈。 一切生命就读一切生命,是钟声里哭的了,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是见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海韬法师救护众生奖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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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合择,请各文念。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意念众生苦 发起大悲心 升起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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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空性 广作波罗蜜 愿成佛道 普度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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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快乐 我想没有人 故意跑到医院去找快乐的 就是因为生病 或者家里的人生病 所以我们去医院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佛教所谓的快乐 什么叫快乐呢? 没有痛苦 就是快乐 佛教没有快乐 世间人追求快乐 所以痛苦 所以我要钱 我要卖房子 我要结婚 我要生小孩 我希望儿子成功 事实上 这些都是痛苦 所以念一下 有求必苦 对 这个一定要记住 所以 学佛 那就是要解决痛苦的问题 但是 并不是这个世界没有痛苦 本来痛苦就一直存在 各位吃饱了 没回家睡午觉 也是痛苦 坐在那边 坐那么久也痛苦 早上拜那么久也痛苦 但是 这是本来就存在的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 接受这个痛苦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拜佛 我们问训 我们排队 这是有意义的苦 所以痛苦还是存在 但只是因为你的心态 超越了这个痛苦 所以佛教很喜欢用莲花代表 莲花本来就长在污泥里面 痛苦 但是因为莲花 不会被这些污染 就是不执着了 就不痛苦 所以各位今天在法云禅室 这样做个比喻好了 你没有先生也没有太太也没有儿子 快不快乐? 那你就快乐了 其实因为你有啊 有担心他 师父我儿子要考大学 我来帮他消灾 我要多少钱啊 因为你有一个执着啊 所以痛苦 那这一点我们要了解 当然我讲的是佛教讲的快乐 跟世间的快乐不一样 世间的快乐 有钱长寿不生病 家庭事业圆满 这个叫世间的快乐 那世间的快乐你也不用求 你也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就是去做就好了 你的行为主宰你的命运 这跟你宗教没有关系 所以你喜欢杀生吃肉 那你就短寿多病 敌人多 这跟你是不是佛教徒没关系 当然我刚刚讲的快乐 是一种佛法的基本的快乐 因为这就是释迦牟尼佛降生的目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降生在这个世间 他在这里面讲了两句话 念一下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所以他一只手比上面天上 一只手比下面天下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这个 所有众生里面最圆满尊贵的 当然这个圆满尊贵是因为他正的佛性 自立地他圆满 但是他来这个人间目的干嘛呢 后面这两句话更重要 三界皆苦 无能安之 三界 这个代表所有的世界 人到天到最高的天 本来地狱到二个月到都是痛苦的 各位移民移来移去移到美国来 请问快乐吗 所以一样的 你跑到哪里都一样的 只要你有这个身体 他就会生病 只要你有心情就会变化 只要你有欲望就没办法满足 所以三界皆苦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悲心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角落是快乐的 没有一个友情是不痛苦的 都是痛苦的 那些人是不痛苦的 哪怕你做上帝 做饭天 做玉皇大帝 你做美国最有钱的人 各位你要去想一想 你现在做美国最有钱的人 但是因为没事干 不用上班所以跑来法云市 因为没事干 但是问题你还是痛苦 为什么 因为我没事干 也不用赚钱 然后呢 家里都好好的 但是你还是会痛苦 头痛要吃完了 腰痛完了 腰痛完了 脚痛 都不痛了 天气热 所以这个世间 为什么三界都苦 佛陀跟我们讲 诸行无常 凡事存在的都会变化 所以各位要体悟这个道理 如果你没有体悟这个道理 我要去追求快乐 等我那个房子买下来 贷款还完 等我那个儿子结婚了 所以等我去美容宴 美容回来了 但是事实上这些都是 一个暂时的 但是释迦牟地佛要跟我们讲这个道理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应该讲所有众生都不知道 所以佛陀大慈大悲 他已经圆满了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但是为什么他要降生人间呢 因为三界都是痛苦 念一下 三界如火灾 这个世界你躲到哪里都是火灾 所以刚刚我在跟我们 昌山仁波切聊天说 仁波切啊 我现在住在美国 快乐吗 哭啊 因为众生哭啊 虽然很安静啊 哭什么 他们不懂佛法 很难弘扬佛法 就像你身上有药 偏偏对方痛都不吃啊 就是这样 所以 那佛陀降生在人间 他也很痛苦 因为他降生人间 要成为一个佛陀这个过程 这成佛以后 度众生还要被毁谤被杀 对不对 最后他还要视线生病 提早死亡 不然呢 弟子不经济修行佛法 所以就像《妙法莲华经》 那些小朋友正在玩玩具很快乐 他不知道那边火灾了 对不对 他还在玩玩具啊 那个做爸爸的 一直叫一直叫 小朋友不理他 就像各位 你现在叫你儿子儿子来拜佛 不理你 我在玩手机 我男朋友找我去约会 他不来法迎禅是拜佛的 所以 众生就是这样 他认为现在他在追求的是快乐 他现在博士博士博士 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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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但是你用智慧去看它 赶快吃喔 不然它会烂掉 赶快拿来拜喔 不然它一下就 变成肥料 因为没多久丢垃圾了 变肥料了 所以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如此 各位要经常去看 但是你用智慧去看它 但是世间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叫佛宝节 这个世界有释迦牟尼佛降生了 我们就利用今天 早上这样供养 庄不庄严 庄严啊 庄严 皇帝都没有这种待遇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佛陀太伟大了 为我们从天上兜率天 降生人间 本来有佛陀的圆满的力量 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 只是他要演这场戏给我们看 什么叫成佛呢 做个比喻 200层楼的房子 你终于爬到顶了 有人叫你又从 又回到地下室开始爬一次 你会不会哭啊 我才爬上去200楼 你有叫我下来 那这个叫佛 每一个佛成佛 每一个佛成佛了 他最大的这种力量就是不怕苦 他可以重新回到地下室来 不但自己爬 还要背着我们爬上去 那爬到200楼以后再下来 只要有一个众生还没肚 他就这样上去下来 苦不苦啊 苦 所以慈悲啊 所以讲到这个 为了要超越这个痛苦 如果你还有一个我在痛苦 这个没有空性 那你没有资格做菩萨 那你没有资格做菩萨 为什么 因为怕苦 你就不敢下来 所以 我们感谢佛陀 为众生而降生人间 舍弃他在 哇 都帅天 多快乐啊 来自早就成佛 但是他还要视线演一场戏给我们看 八项成道 从出生到涅槃 他本来就成佛了 但是他还要爬到地下室开始 带着我们爬200楼 而且我们爬不动 他帮我们扛着 那各位你要一直去思维 所以我这样讲说 我们拜玉佛节 为什么这么认真 就是你要去了解佛